我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把这种 就是下载在 谢谢 Mr.Anderson 可以说什么 为什么 人们切成错 人们的人 别说 bes人特别 是谁特别人特别 我们 accept the love we think we deserve 你会让他们 know that they deserve more 我们可以试试 我花了很长时间 终于把这个卡拉帽佐夫兄弟的第一册看完了 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从准备复试前半年 这几年前半年就开始一直在看 然后中间拖了很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停了没有再看 然后这几天又重新开始看 就终于把第一本给看完了 那我现在要开始看第二本 我在看第一本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笔记 我是记在这个笔记里面 就是全都是用电子版打了 好多好多好多的笔记 可以看仔细地看很久很久 就是一部非常体量非常巨大的大笔头 我们在看完整的笔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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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cinematographer from Italy who were based in New York and i'm the Chair of the cinematography Program fre維术ció努力公园 accomplished 看起來很像 有兩位一場的拍照 有兩位一場拍照 在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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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很喜欢的这个up主叫电影传送门主 这是这个up主 它里面有超级多的电影理论的干货 还有电影的赏息 就是从非常专业的技术的光影的摄影的视角 去分析每个电影大师 或者是一些影史经典的片段 我非常喜欢这一个主页号 然后我之前在看的是 下载下来一直在反复看的一个是这个蓝色 Blue the most human color 它里面用了好多理论方面 还有各种关于蓝色这一个颜色的集合的一个 算是一个视频论文 那它里面有用到一些罗兰巴特的理论 还有提到了贾曼的那个实验电影蓝 还有杰斯洛夫斯基的那部电影蓝都提到了 反正是一部 反正这个影片 对我非常喜欢这个公众号 如果大家对电影和电影赏息 或者电影理论比较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公众号 也可以拿来当那个英语听力 我无聊的时候 我觉得看不进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会找这个公众号来看 就又可以练英语听力 又可以学到一些电影方面的知识 很阶级身份的男性 而这样一个人类形象是怎么样被塑造出来的呢 就是其实呢你就需要就是等于说 就是要从这个宗教进化到这个所谓的科学年代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所谓的secularization的过程中 你还要deal with 接下来我们要转到这个Frederetti 你其实呢就是还要把那个improper religion给purge掉 那其实就是superstition 然后就是witchcraft 然后就是这个demonic magic 而那些被打压掉的这个demonic magic 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这种local wisdom 是就是被就是那种 religy里面的就是那种女性 witch和cullivan 他们其实呢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racial centric men 然后emerge的过程中 必须被打压掉 必须被exclude 被就是control住的这样一个subhuman others 然后其实就是women 然后women 这些需要这么多说话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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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上去 だい子 絶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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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